外卖88块钱一份的三杯鸡 和20块钱一份的三杯鸡有什么区别 点回来了 左边的三杯鸡 是我们这边一家知名餐饮 大家看一下各种名号 这一份三杯鸡是88块钱 当然这个餐盒不符合它的身份 右边的三杯鸡是一个快餐 有菜有饭还有个汤 这个套餐19块9 还是非常划算的 问题来了 两边的三杯鸡 价格相差4倍多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打开 看着好素啊 闻起来那个米酒的香味还是非常浓郁的 右边这个三杯鸡就没有什么米酒香味了 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三杯鸡是我们干囊这边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顾名思义 制作方法就是鸡肉 然后一杯酱油 一杯香油 还一杯米酒 所以正宗的三杯鸡 一定是酒香浓郁的 OK 咱们来品鉴一下 先吃贵的吧 粉丝先吃 首先吧 和我吃过别的三杯鸡不太一样 它这个三杯鸡最浓郁的是这个姜的味道 放了非常多这个大块的姜 差不多占了总量的大概三成左右了 鸡肉口感不错 比较紧实 酱油味 还有那个米酒的香味 大多数鸡肉都是这个鸡腿肉 再来试试便宜的 完全是两种风格 三杯鸡是不放水的 它这里汤汁这么多 估计是放了水 一吃就知道 除了它的名字是三杯鸡之外 和三杯鸡没什么关系 总的来说就是放了辣椒的香菇滑鸡 不过有一说一 挺下放的 刚才点的时候 这边便宜的三杯鸡 好评率90% 看来花十几块钱点这个三杯鸡的人 估计也就是涂个下放 OK 做总结 88的这边 很标准的三杯鸡口味 当然价格还是溢价了一点 卖个58差不多了 这边20块钱的呢 很标准的香辣鸡块 论性价比肯定是王宝这边贵的 不过今天的主题是三杯鸡的对比 所以有点尴尬 左边剩